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4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郭文贵不断爆料中共高官丑闻 北京为何反应大 贺国强家族再遭起底贪腐 习王敢不敢查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 分别是旅法政治学者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 时事评论家网上政论节目的主讲人文昭先生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最近有关神秘富商郭文贵的一连串事件 一个星期以来滞留美国的富商郭文贵 和中国政府的矛盾日益公开化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表示 国际刑警组织向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 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 只是中国方面提交的所谓红色通知 和通缉令的性质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 中国多家媒体在同一时间 纷纷刊登起底郭文贵的同一篇长文 而网上已出现马剑等落马高官 在狱中的谈话视频 攻击郭文贵的人品 那么郭文贵最近几个月来爆料不断 牵涉到哪些人和事 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和受益者 中共为何在此时公开将矛头指向他 郭文贵的爆料到底是为了保命保钱 还是有更大的政治目的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我想请各位首先来 从最新一次郭文贵对美国之音的这个专访来谈起 我想先听听文昭先生的意见 您认为这一次专访中郭文贵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他在采访前说要爆这个核极核炸弹极的这个爆料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说最大的看点呢 就是说他这次专访中提出了一些和以前不同的说法 主要是他把矛头对向王岐山这个趋势比较明朗化了 因为他专门谈到了说是傅政华 还说傅政华是应习近平的要求 让他在海外调查王岐山和孟建柱家族的情况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问题 他只是说调查了 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王岐山妻子的家族和海南航空的关系 在海外的资金活动买飞机有没有回扣 说了这些问题 但是没说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伏笔 也许他打算说来着 但是后来那个时间就是那个直播中断了 他也就没说出来 但是我们要知道呢 郭文贵说的话真真假假掺在一起 他几次视频爆料里面 唯一提出的物证就是录音 而且录音呢 这一次也是变声了的 其实我都没太听清楚 其实也很难辨认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有两个因素呢 让郭文贵受关注的程度上升 以及让他的信誉度也上升了 一个呢就是说 他所说的话的部分内容 被海外的一些媒体所验证了 像纽约时报在4月17号所刊登的文章 就是说证实了 通过他们以前在国内记者查证一些公司的账户资料 公司的股权资料 证实了贺国强家族确实持股过方正证券 以及苹果日报也谈到了这个 在宋林案的过程中 宋林确实在购买山西金业集团煤炭资源的时候 多付了钱而多付的钱的一部分进入了贺锦涛所控制的私募基金 那么对于这个普通人来讲的话呢 他一部分话是真实的 他就倾向于相信他剩下一部分话是真实的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确实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 红色通知灵也好 以及通过外交机构给海外媒体施加压力 这都是一种疯嘴掐喉咙的做法 这种事情让很多人觉得很反感 所以加上一个舆论的同情和部分话的真实 就使得现在郭文贵在和中国政府的舆论较量中 取得了暂时的优势 好的 陈伯宫先生我们知道郭文贵披露 他说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 要求他协助了解王岐山家人的这个财富的动向 而且说是习近平的指示刚才文昭先生提到 你觉得这个指称的可信度有多大 这个郭文贵爆料以来 大多数关于贪官的丑闻或者黑幕是比较可信 但是唯一这部分我是比较疑问 这次郭文贵对美国之间爆料作为核弹级 可能我没有听到什么核弹级的爆料 也许我个人期望值太高 或者说可能直播中断 或者说是郭文贵下面还有料要报 因为我今天听说他要报这个政治局常委 在美国的那个银行账号和资产情况 还有子女情况 这可能是核弹级的 那么那天唯一提到的就是 关于王岐山习近平傅政华这一部分来说 我是觉得这个郭文贵这个可能是有很多个人因素 因为他提到说这个傅政华要通过他了解 王岐山这个外甥姚庆 在海南这个航空公司股份以及相关的情况 如果说郭文贵还在国内 是2014年之前的情况 还可行 郭文贵已经是被追逃了一个敏感人物 如果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 抓这个案子要来通过他来了解王岐山 这个逻辑上还是有一点那个存疑 因为他们的渠道会很多 要了解王庆的事情很多 另外说这个习近平要通过傅政华来采王岐山 这个说法既可能是郭文贵自己的说法 也可能是傅政华自己的说法 也可能是这个不存在的一个子虚乌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郭文贵可能还是针对王岐山 因为两年前他通过打这个叫板这个胡舒立 来针对王岐山 那么这次可能通过这个打傅政华来叫板王岐山 毕竟王岐山中纪委书记 那么查了这些这个马匠周永康这例子 对郭文贵不利 所以我觉得郭文贵的大部分 他的这个爆料是非常好的 是有助于中国民族和法治的建设 是反攻专制制度的表现 唯一对这部分呢我是比较存疑 我觉得习王之间的联盟 没有出现他所描述的这种内痕 好的 杨洁丁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对 说起这个中共对这个郭文贵爆料的反应的话 我们不能不提一个事件 也就是美国之音突然中断 三个小时的直播的这个节目的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在美国之音的这个平台来谈 我觉得更加有意义 当时可以说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听众 都在期待的这个三个小时的直播节目 而且郭文贵愿意这样做难能可贵 因为他揭开了一个内幕 这个内幕不一定就是他说的都是真的 但是他从这开始 作为新闻媒体可以调查 作为政府机构可以去调查 展开了一个真相 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未来的法治 而且对于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新闻 这个制作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是突然中断 全球哗然 而后来这个美国之音出了一个声明 于事实不符 因为事后我和几个当事人都有直接的联络 这个纽约时报也有报道 说中国政府直接对这个美国之音的管理层施加压力 而美国之音的管理层直接下令终止这个直播 这个事件现在传言非常多 渗透了 自我审查了 等等这一些 不管怎么样 美国之音现在这次中断这个直播 既不符合一个新闻的原则 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觉得美国的国会 还有美国的国家广播委员会 应该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 必须给这个听众 有一个清楚的符合事实的解释 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恐怕美国之音的信誉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那这也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中国政府怎么渗透国外的 海外的这个媒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好的 谢谢你 那么宋路正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重点谈一下 就是国文贵事件对中国的影响 我觉得它影响应该是不大的 我有五个理由 第一就是国文贵事件 它相对以前的巴纳法文件 包括纽约时报 直接针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爆料 它还是小很多 第二就是国文贵这次爆料有很多 它确实不符合逻辑 而且我们感觉不真实的地方 比如说他说 习近平让习近平去调查王岐山 从政治逻辑上来讲 习近平调查谁都不去调查王岐山 这是他最重要的盟友 更重要的是 如果这真的是真实的话 这应该是绝对机密的事情 傅政华怎么会告诉一个不相干的商人呢 所以它是从逻辑上 它是很难吻合起来 第三个原因 就是我们知道在海外 媒体总是在批评中国政府 它已经被抹得很黑了 你再多抹一下 其实也没有什么作用 没什么意义 第四个原因 就是中共这次反击非常迅速 当然我能理解它为什么反击 因为它针对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导人 它针对的实际上是整个的执政党 对 它针对整个的体制 所以它必要要做出反应来 第五个原因 我觉得它爆料的时机不是很好 因为现在欧洲正在面临着大选 说法国大选 经济包括各种危机 而美国现在是特朗普执政 他对这些事情非常地不感兴趣 他现在觉得我和中国关系 搞好关系 你满足我的序物就反应可以了 所以说这五个原因 我觉得这次郭文贵事件 对中国政府影响真的是不是很大 好 我想请文章 如果不大 为什么中国政府反应那么强烈 比巴拿马文件反应强烈多了 采取了数个措施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就他这个反应大力 刚才其实我也讲过了 因为他矛盾针对的是 整个的领导 整个的领导 他不知对的某一个人 而且呢 确实像很多 我觉得外部势力 外部力量嘛 他肯定要会用这样的事情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 我再请文章先生刚才回应一下 就是刚才宋鲁郑先生提到一个看法 就是说 习近平绝对不可能 用一个不相干的人来调查王岐山 那么我们知道 郭文贵在采访中提到 傅政华希望他在海外搜集信息等等 那么我们的记者也直接问到 他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 而他自己说呢 他只是国家安全部的社会关系而已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您觉得实际情况可能是什么 中国的这个安全部门 是不是在海外有这些网络 来搜集相关的信息 您的看法呢 首先我觉得在政治斗争中呢 各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习和王之间是一个非常稳固的联盟关系 习王之间的关系 类似于普京和梅德维杰夫之间的这种强人结盟的关系 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政治盟友互相之间不能去掌握对方一些更加隐秘的材料 实际上刚才讲了说不合逻辑的地方也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合逻辑的 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圈外人 圈外人他如果他收集一些材料被别人察觉了也比较好撇清关系 他毕竟不是说我直接国家安全部里面的一个人 一个公安部里的人 那这样你追溯他的领导关系是谁派这个人出去的 那可能就真的引起裂痕了 那他如果相对是一个外围的人呢 那可能操作起来容易一些 当然我也不知道内情我只是从就是从不合逻辑 从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从这个权力体系来讲的话 他某种意义上是合逻辑的 那么郭文贵这个人呢 我相信他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非常复杂 他当然不是编制内人员 他不是官员 实际关系要复杂得多 马健在他的视频里面呢 在一个二十几分钟的长视频里面多次提到 他持国家安全部七局的函 帮助郭文贵摆平若干纠纷 说郭文贵为国家安全工作做出过重大贡献 他也就证明他以前实际上是深度参与了 若干情报搜集工作 要知道在海外收集黑材料 他一介商人 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 会说让他去查呢 当然他有商人身份 他有商人身份在有一些商业项目 他会接触到这个国外比较高阶层的政商圈子 他比起这个政府工作人员 当然是有很多便利的 那我相信呢 傅政华之所以提到有这个事情 说让他去调查 那他就确实是有网络资源 同时有经验 不管是调查公司也好 是侦探机构也好 或者说他在外国的政府体制内 有一些人脉关系 那么这边其实涉及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傅政华让郭文贵 去收集领导人的黑材料 那么之前马建也同样 很可能利用郭文贵的这些资源 利用郭文贵发展积累的这些资源 去收集别人的材料 那比如说海外民运人士也好 法轮功也好 或者是人权活动人士也好 所以从郭文贵自己的陈述来看 他确实也是脱不了 从事间谍活动的干系 好的 陈伯宫先生 我们知道在郭文贵 不断爆料的同时期 近日网上也出现很多 像马建 王友杰 这些落马的高官 在狱中的谈话的视频 那么他们都是批评 郭文贵的人品不佳 而中国的媒体也发表 大量的文章 来攻击郭文贵的人品 那么你觉得这些视频 或者是文章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这些视频 这些文章 就是说明一句话 刚才宋鲁正先生说影响不大 其实影响很大 中共当局的反应就是一个证明 那么这些视频的话 其实做得并不高明 因为不管是马建 还是司法亮 还是王友杰 这些贪官在狱中发表的谈话 本来就是在铁窗下 有一定的胁迫 所发表的这些视频 另外它也可以构成立功减刑 所以对它有好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真实性本来就可质疑 另外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用他们来证明 说要证明郭文贵不是一个好人 这个能证明什么呢 因为他们本身不是好人 如果他们是好人的话 他们怎么会成为贪官 这个身陷淋雨呢 所以用那个坏人证明坏人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当然不能说郭文贵本身没有问题 他是在这个制度下的一个产物 那么他整个发迹的历史 从郑州到北京 这个是官商勾结的一个典型的故事 那么他本人可能就设限了一些行贿 或者是这个权钱交易 这都不奇怪 这个制度本身是这样 这个制度的常态 不过我要说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郭文贵作为一个 我们知道过去中国这几年的故事 都是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但是第一次有一个当事人 有一个亿万富豪 有个郭文贵这样的亿万富豪 站出来 直接说明这个内情 那么说明像霍国强家族也好 曾庆红家族 还有这个傅政华等等 各种这个高官家族的这些活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好事 不管他的爆料是处于什么动机 是个人的报复也好 还是这个保钱保命 保财产也好 他把他爆出来 要撂出来 那么就是一个好事 因为中国如果是一个正常的 民主和法治国家 那么他在国内有他说话的权利 即便他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他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爆料 通过互联网来说话 通过即便是法院对他采取了措施 他在法庭上还可以请律师 还可以这个媒体记者的报道 正因为中国是一个黑箱作业 是一个封闭的体制 那郭文贵不得不采取这种 流亡到海外 在海外通过海外媒体来爆料的方式 这恰恰反正中国政治制度的黑暗 而他所爆的料 可以说是冰山之一角 并不超出我们的想象那些 但是有一个直接的当事人 来现身说法 仍然让人感到触目尽心 而且感觉了中国的这个腐败黑洞 是非常的深沉 好的 杨洁丁先生 您刚才好像对于宋鲁仲先生提到 就是关于傅政华 要求这个郭文贵 来在外面搜集习近平的这个 不是 王岐山的信心 他觉得这个说法不可信 那么陈伯宫先生也是这个看法 那么您的看法好像有点不同 对 我的这个理解 我的看法不一样 因为我相信郭文贵 从三月份到现在爆的料 基本上都是可信的 原因是什么 他面临着多大的压力 他的家人 他的员工都在这个中共政府的手里 他的财产被这个 在中国被冻结 他要面临着全球上亿的观众的检验 他要和这个FBI CIA保持着联系 因为他自己也自己也公开的承认 然后这种信息不仅是提供给大众 也要提供给FBI CIA这样的这个机构 同时要接受像有信誉的 这种美国这个纽约时报 这样的媒体的这个调查和检验 所以他的压力太大 他的这个在里面涉及的 他的利益是太大了 他不可能随便上线去讲一些 完全没有证据的东西 他讲出来的这个报的料 我认为可信度是相当高的 比如说傅政华这件事情 第一傅政华是变因和他联系 傅政华他给自己留了余地 而这个有一个背景大家忽略了 为什么傅政华要让他调查 为什么傅政华认为 郭文贵会配合他呢 因为这个郭文贵的家人 财产都在这个中共的掌控之中 所以他就逼迫郭文贵 用他以前的人脉关系 和他的侦查技术 来为这个傅政华服务 而这个刚才文章也提到了 到底他调查了没调查出来的情况呢 实际上郭文贵已经提到了 大家仔细看的话 就是说他已经把调查后的东西 交给了傅政华 但是傅政华没有按照他开始的许诺 为他帮忙 把他家人放出来 把他财产还给他等等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他要出来爆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换句话讲 就是说郭文贵参与调查了 而且的确调查出来 这个王岐山的黑材料了 现在这个宋鲁仲先生讲 他说这个不符合中共的这个政治逻辑 王和习的矛盾 太符合中共的这个政治斗争的这个规律和逻辑了 毛和刘是不是政治盟友 毛和林是不是政治盟友 邓和胡是不是政治盟友 邓和赵是不是政治盟友 这政治盟友在中共的这种体制内 随时都可以翻脸 而且习近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心 这些元老在他面前可能都成为障碍 所以你不要这个按照你自己的逻辑 你要按照中共的这个内斗的发展规律和逻辑去考虑 他太符合逻辑了 所以当这个料爆出来的时候 虽然大家非常惊讶 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这太符合逻辑了 好 宋先生 其实刚才杨家立先生举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毛刘 什么邓赵 其实我觉得它不符合习和王的关系 因为那些人都是接班人和被接班人的关系 他有天然存在的一个矛盾 但是那个习和王 他不存在这种情况 我简单回应一下 另外就是我觉得国文贵这个事件 特要想产生作用 他有一个条件 他报的料也好 不管你讲 他必须能够进入到中国国内 他必须对国内传言影响才可以 但是就在这个地方 中共它通过行民控制 它完全封锁掉了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发挥作用 同时中共利用它掌控的媒体 它可以强调话语权 它可以把你污名化 或者说 当然我觉得它报的应该是真实的 当然它目的是为了污名化 但是用真实的事情去污名化 另外我想补充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通过这次国文贵事件 我有一个想法 中共这次反腐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反权贵 反寡头 因为普通的腐败和成了寡头腐败 它是性质是不一样的 它对国家的政治和未来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俄罗斯民主化之后 叶子新时代迅速出现了寡头政治 结果普通上台之后 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打寡头 我觉得习近平上台反腐 我觉得恐怕救党是最主要的 但很二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反寡头 这次国文贵实际上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 确实是这种官商勾结 应该出现寡头的这种形态 这是我对此实验是另外一个理解 谢谢 好的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向这个国文贵 发出这个红色通告之后 大家自然关心 这个是不是会迫使郭文贵铤而走险 果然现在郭文贵就在一两天前表示 他要爆料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 在海外的资产 还有他们在子女的就业就学情况等等 那么文昭先生您对这个威胁怎么看 我觉得对于郭文贵的最终的目的 我现在还是存有一些怀疑 因为从郭文贵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就不断有人在质疑 说郭文贵的背后是不是有更大的 就是别的派系的政治高层 不管是现任还是前任常委的应有参与其中 其实到现在我还有这个怀疑 因为他爆料的这个对象 目前比较明朗化是针对王岐山 而王岐山是个什么人呢 王岐山是目前这个中国政治当中 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在十九大上最主要的看点 实际上就是两个 在人事方面 第一就是习近平是不是结盟人 第二就是王岐山后五年干什么 所以王岐山实际上是整个 现在和今后五年中国政治当中 一个相当枢纽的人物 如果就是郭文贵刚才说 他所爆出的这个领导人在海外的这些账户 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 涉及到王岐山了 那么这个会不会对王岐山 在十九大上的扩全 因为他要去执掌国家监察委 这个现在没什么疑问 对于他的留任 对整个政治结构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影响的 实际上就包括在反腐运动中 其他受到冲击的派系 他们可以去争 是说王岐山现在爆出一些不利消息 在海外影响很大 非常不利于党和政府的这个形象 那么对于今后王岐山同志的任命问题 是不是应该中央应该再多加考虑 就是这些他非常合理的 就是在共产党那个体系内 就成为一个理由 而郭文贵在前两次爆料里面 他是非常明确的说 他要有步骤的释放政治压力 他说这个回应网友说 大家不要催促我爆料 就这个中国现在这个事情 不是开十九大还有好几个月吗 不是到明年的两会 宣布那些重要的人事任命 还有十几个月吗 就是他有非常明确的计划 他有他自己的schedule 就是逐步的释放压力 那么就是他的动机里面 是不是仅仅是说 我要拿回财产 我要这个中国这边释放我的家人 或者说有其他政治势力的阴影 参与其中 我们打个假设 有人给他拍了包 打了胸骨 说你爆料往这方面走 如果你影响到王岐山 今后王岐山不连任 我去把你的什么什么家庭情况 你国内财产全都给你解决了 就是这种权力阴影和他的个人动机 掺杂在一起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 现在我们对他的动机 还不宜做过于简单的揣测 好的 我想郭文贵在上一次 接受美国人专访的 都提到一个消息 我觉得是值得一谈 想请陈破空先生评论一下 就是他说 中国政府委托他和藏人宗教领袖 达赖喇嘛联络 而且他也确实在推特上 公布他和达赖喇嘛的合影 那么你觉得中国政府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陈破空先生 我觉得这个比较可信 中国政府或中国政府的某个部门 或者安全部门委托他 这个跟达赖喇嘛去联络 因为他本身是信佛 或者说是显示了信佛 这么一个姿态 那么通过这个佛教这么一个联系 使达赖喇嘛容易接近他 那么他 而且达赖喇嘛本来也很开放 基本上是说来者不拒 那么他去联络 有可能 几种可能 一个刺探一下情报 或者说是做一个中间联络人 传个话啦什么的 这些都存在 而且他已经有公布的 有合影为证 那这个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只是说他在节目中提到说 他为此花了三亿元 当然没说三亿美金 三亿人民币 这个我有点存疑 能不能花这么多钱 这个如果说来来去去几趟的话 这个路费或者时速费 这些花不了这么多 除非你有大额的捐款 给这个西藏流亡政府 所以说另外呢 这个涉及到他的身份问题 他刚刚讲他说 他不只是一个 安全部的这个社会关系 而不是这个正式的人员 我知道中共这个做法呢 是这样的 不管是这个名流啊 富商啊 艺术家啊 科学家 只要比较有名的 有能耐的 在国际上的活动呢 安全部往往呢 去发展它 给这个国家安全部做事 那么这个前段时间 揭发到他揭发到这个吴征啊 有可能是事实 那么他本人来说呢 我从另一个渠道 得到这个消息 就是说这个 这个郭文贵本身啊 他在安全部啊 有一个伪认状 那个伪认状是他某一局 给他任命了一个 副研究员的头衔 这个副研究员 并不是他真正从事某种研究 只是一个头衔 那么就有可能是 安全部的编制人员 但他否认这一点 但我也不能够去 这个完全的是 确切地说 他是还是不是 但是他身上 富有的这些类似的使命 如果跟达伦了吗 接触 甚至跟境外的 境内人士接触 这些使命是有的 这是中国安全部的 这个惯常手法 好的 我想刚才大家都在提到 这个郭文贵的 这个他的动机 那么要说到动机 当然就要看 他这个爆料 最大的受害者是谁 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那么杨建立先生 您对这个问题 您是怎么看的 对 这个我不太愿意 在这个时候拔高 这个郭文贵的目的 就是说他为了 法制化什么的 我觉得他的目的 还是比较单纯的 保家人可能是最主要的 现在钱恐怕都是其次 家人就在别人的手中 生命都这个不能够保障 我觉得这个目的是 非常强的 你分析他这个爆料的 这个次序 时间点 你会发现 他这个保家人的 这个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他就说这个傅振华 收他的钱 让他去做调查 实际上是讲了条件的 就是要放他的家人 对吧 他也配合了 配合了半天呢 在他调查的过程中呢 他实际上 他没有矛头指向 王岐山和孟建柱 他还一直讲 习书记 王书记 孟书记 他希望 这段时间呢 王书记 孟书记 知道了他在调查 这件事情 能够网开一面 让他的家人出来 这时候 因为可能 王书记受到压力以后 就说赶快把家人放了吧 但是目的没有达到 傅振华变脸 这时候他把这个料给爆出来了 因此第一个受害者 当然是傅振华 傅振华不会有好的结果 那么另外就是这个王岐山 王岐山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现在开始了一个不可控制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从 如果我们揣摩习近平 这次是有大赏 要把和他一起成长起来的元老 慢慢的边缘化 真正的成为一个核心的话 而且这么多年来 他反腐 反腐的功劳 当然都加在他身上了 但是仇恨也加到他身上了 现在你不知道 多少中国的官员恨习近平 但是直接打的人是谁呢 就是王岐山和孟建柱 所以习近平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状态 等于说仇恨都在我身上 实际上事是他干的 所以这个是太符合人际之间 和权力斗争的逻辑了 他要解决王岐山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郭文贵的爆料 对习近平非常有利 好的 宋主政先生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郭文贵 这是为中国高层官商勾结的内幕 爆出的这些料 不管且不管真实 但是他造成的影响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想问就是 显示了解中共高层运作的人 他能够为中国政府的形象 带来的破坏性 那么您觉得从郭文贵 跟中国政府斗法 这个整个事件 为中国政府 为将来控制 比如说富商也好 高官也好 流亡海外的这些人 他们的信息透露 或者信息泄露 你觉得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 我想先回应一下 刚才杨恨恋先生 谈那个话题 就我觉得如果郭文贵 想保家人 保自己 或者保财产的话 他是不应该和 中国共产党是撕破脸皮的 他不应该是 他应该把秘密藏在心里 作为筹码 一旦爆料了 他就没有筹码了嘛 所以这我觉得是 比较奇怪的事情 我查一言 他一开始是保持了秘密 一直 一年多 有一年时间 把东西都交给 这个中国的公安部 说我让你让我做的事情 我已经做了 我积极配合 对吧 也给那个王书记那边 这个传了信息 但是问题都没有解决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公开 就是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这样做的 还是没办法起到 保护的作用 可能只会让他们 执行更艰难 更困难 另外呢 就是 他爆料呢 他是这样的 就共产党 我是在反复 但我不允许别人去插手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是吧 所以说你越爆料谁 我可能会越去保谁 你证明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他爆谁 谁有可能会成为受害者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这一点 最后呢 我想说 刚才你提那个话题 是 对 就是我想说 就是对于中国政府 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就是说 所有这些了解 中共高层运作的 特别是官商勾结 内幕的这些富商也好 高官也好 他们在海外 都可以做出像郭文贵 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对执政的官员 他有两个 特别对习近平来说 他正在反腐 他有两个好处 第一他会通过这个例子 告诉下面的官员 你们和商人打交道 他是有风险的 是吧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被爆料的人 不管他有没有事 是不真的 他都会去 更加的会服从习近平 我是这样来看这个事情的 好的 文昭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提一下 就是那么很多人的分析 就觉得这次中国把这个红色通告的这个事情 跟国际刑警组织合作 那么把这个郭文贵在国内的意义上定义为一个罪犯的话 那么给国内的这个高官或者是富商也是一个警示 就好像是杀衣警百 就是如果你要在国外搞这种爆料的事情 那么这就是你的下场 那么您对这个看法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中共来讲是教训 对其他富商来讲则是危险 你像比较知名的跟中共高层有交往的 特别是跟若干权贵家族有联系的这些富商 对他们来讲实际上是大大增加了他们处境的危险 你像马云像王健林 像很多这样的富商 这个圈子里面的富商 其实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 在郭文贵之前 不是在郭文贵第一次爆料以后 还有肖建华吗 肖建华已经从香港被抓回去了 但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觉得又有积极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郭文贵这个人 他有行为的高度不可预测性 所以他对这个体制来讲 他也不遵循民规则 也不遵循潜规则 他也不遵循官员和商人边达成的默契 这就使他成为一个规则破坏者 这个规则破坏者 他会把整个有默契的气氛打乱了以后 会引起连锁反应 比方说官员商人 官员和官员之间 他们会产生猜疑 猜疑多了以后 彼此防范或者彼此打探对方的内幕 他动作就变形了 你动作一变形 就会引起对方也更变形的反应 所以他对这种整个体制会起到消解作用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觉得郭文贵作为一个规则破坏者 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就是对于推动中国社会 今后向更加透明化方向发展 让这终结这种官商勾结的公平政治 它客观效果上来讲 有一定积极意义 好的 陈伯宫先生 我们知道很多网友现在都猜测 郭文贵和中共的这个矛盾公开化 那么他的处境可能会比较危险 你感觉郭文贵流亡海外之后 有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 那么在应对中共的这个策略上 你觉得他如何做才能够自保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郭文贵显然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护 这个保护可以跟对比在香港的肖建华 肖建华由于待在香港 所以后来是被绑架回去了 可以逐渐中共这个是可以说穷凶极恶 不惜跨境绑人 当然肖建华也是官商勾结的一个产物 那么郭文贵正因为待在美国英国这些西方国家 显然他的安全就比肖建华有保障的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郭文贵做了一个很好的带头 就是不沉默来爆料 另外一个逃亡的人物是令丸臣 那么我们知道令丸臣至今处于沉默状态 如果令丸臣也站出来爆料那真正是核弹级的 而且是十倍百倍千倍的核弹 他是这个前中办主任这个令计划的弟弟 那么令丸臣这个沉默 我想是对中共来说 中共最高当权来说是感到一种安全感 而令丸臣在美国显然在美国的保护之下 但令丸臣尽管沉默 并不排除令丸臣把他手上所掌握的全部机密 已经交给美国政府 而且美国政府对他也实施了保护 同样道理 这个郭文贵今天他在媒体上的爆料 我认为他只是爆出了一部分 他还有很多料没爆出来 我相信他手上所掌握的 他作为跟安全部有关系的也好 是安全部的人员也好 跟这个中共的高官有密切联系的 一个一个政商相连的这么一个富豪 他已经把他手上的全部的机密 交给了美国方面 所以美国方面给他提供了完整的人身保护 在这方面我觉得 我们大家不用为他这个安全担心 我觉得他会继续的爆料 而且还有很多的料没有爆出来 直到十九大 直到十九大前后 都可能对中国的政坛引发一些震撼 中国政府从媒体到外交部的动作 到国际上的一些动作 所谓红色通缉令等等都显示 尽管他们在国内封杀媒体 可能让郭文贵的声音在国内听不见 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是外松内井 非常的高度紧张 这就说明 恰恰说明郭文贵先生爆料的价值 好 最后时间不多 我想请杨建立和宋鲁针先生 各自在发表一分钟的评论 就这个话题 杨建立先生请你先来说 宋先生刚才讲 他说郭文贵事件 给中国官方的警示 就是说官员和商人打交道 要小心 非常危险 那这个话我要反过来说 这个郭文贵事件 给中国商人有个警示 就是给官员打交道 给官府打交道 非常危险 而且这种危险 很多商人已经感受到了 肖建华事件 郭文贵事件等等 而且最近很多的商人 也这个离开中国 可以说中共六四以后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产阶级 成为他的这个支持者的这个现象 也就是他能够延续统治到 今天的基础开始瓦解 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讲 是非常深刻的这个危机 刚才宋先生也讲了 就是说 郭文贵他这个性格 他一定要公开化 他是个战斗型的 现在看出来呢 还不分胜负 但是像郭文贵先生所讲那样 事情刚刚开始 郭文贵还有很多的料 谁也不会说 这个一出来以后就会认输 对吧 郭文贵爆料 中共现在还不认输 还该反击 那郭文贵还有很多的料 要爆出来 我相信这种爆料过程 肯定会使得中共的内斗 变得更加有意思 从现在到十九大 十九大到明年的两会 发生什么样的政治地震 我都不感到奇怪 好的 宋主政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郭文贵 不需要美国政府的保护 因为中国很清楚 他不会因为郭文贵 而令中美关系受到影响 我觉得郭文贵事件 是一个看 就是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的一个窗口 他让我们看到 在一个国家 政治权利 资本权利和大众权利 这三种权利 在中国是政治权利 拥有最终的排版权 他能决定一切 他不会被资本所绑架 好的 有关郭文贵和中共矛盾 公开化的话题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